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万尊石刻佛像依山而立 气势辉煌 威为壮观 这就是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的开凿始于公元九世纪末的唐代 终于十二世纪末的南宋 这段时间正好是巴蜀地区最为繁荣的时代 社会安定 人民富足 佛道两教也空前兴盛 在这三百多年里 虽然朝代不断更迭 但一代一代的工匠们却几乎未曾停歇 在大足的山崖峭壁上辛勤更远 留下了六万多尊气势辉煌的雕像 大足石刻的造像 涉猎范围甚广 从世俗到宗教 从道教到佛教 从儒家到密宗 题材广泛 相互交融 堪称艺术史上的奇葩 在这些史像中 北山的牵手观音像和宝顶山的卧佛像最为著名 牵手观音 开凿与南宋 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这尊观音像 共有一千零七之首 全身布满彩绘贴金 壮如孔雀开瓶 金碧辉煌 是真正的天下奇观 而同样开凿于南宋时期的宝顶山卧佛像 则极好的诠释了佛教涅槃的真意 画面肃穆庄严 起度灰红壮观 长达三十一米的释迦牟尼半身像 和他的十八弟子 各个神情必孝 栩栩无生 大族时刻最被人称到之处 是他浓厚的世俗文化 生活气息 无论是佛像还是人物 都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 一道道山崖就是一幅幅活脱脱的古代生活风情画 让每一位游览的客人流连忘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n Ana 禅调